老人说孩子面相高贵,男人不信,于是老人拿出一个石榴面的骰子,随机一扔 滚出的是大吉,这代表孩子虽成不了王侯,但也能封将相 男人黑黑一笑说,我饭都吃不饱,他能成将相 老人又拿出一个骰子,两个一起扔 结果都是大吉,这情况老人还是第一次见 这代表不是王侯,又在将相之上,会是啥呢? 到了夜里,孩子的身份果然不一般,竟然招来两拨刺客 身上的刺客要杀了孩子,高人李林佐德则要救孩子 就在紧急关头,第三方出手,在案中射伤了要杀孩子的刺客 但刺客使出暗器,孩子还是停止了哭声 此时不管是杀是救,任务都结束了 刺客匆匆离去,突然小孩又有了哭声,他没死,果然是大人物 另一边,身上的刺客并没有回去,而是偷偷跟踪了刚才隐藏的第三方 对着他衣服上扯掉的布条,确认无误 他是身上的宠臣二寿,第二天,身上根本没有给二寿辩解的机会 以他的女儿为妖邪,让二寿却杀了幕后主使 在竹林里,一边是恩师,一边是女儿 二寿和李林佐都知道,无论哪种结果都可以原谅 二寿拉弓,第一剑,尽师徒之亲 李林佐拉弓,第二剑,尽贡仇大业 第三剑,两人同时拉弓 但二寿的剑没有见识,李林佐活了,二寿尼喃出女儿的名字 李林佐大吼一声,失去亲密战友,他更痛恨这个世道,痛恨这个圣上 他来到宫中,他对福顺这个妻子很不满意 因为福顺的缘故,二寿才死 福顺也不是当年的福顺,他要脱离李林佐 但他还是低估了李林佐的能力 李林佐扔下孩子的信物,福顺顿时慌了 李林佐要求福顺晚上去河边救孩子 另一边,他立马派人去抢了孩子 此刻的李林佐依然是可以掌握大部分人命运的存在 深夜,身上洞察一切的静坐于宫中 福顺跌跌撞撞的来到河边 李林佐以孩子为把,拉弓瞄准 他让福顺从桌上摆好的五张牌中挑选 挑中十点才能救孩子 三次机会,每错一次李林佐便会放一件 第一次福顺选错,李林佐应声放箭 福顺开始服软认错 他不该不听话,但没用 他又选第二张,不是十点 李林佐这一件只差分毫 还剩一次机会,福顺已不敢选 此刻他的前夫百万金来了 他来替福顺选 李林佐瞬间将条件加码 他将福顺和孩子一同绑在对面 选错的话,一箭两命 作为赌徒的白万金也心虚了 李林佐也拉满购 白万金选了一张 他突然意识到不对 逢赌必有钱 这百出的牌中根本没有十点 那十点必被挑到了旁落中 他从牌队中拿出一张 果真是十点 但李林佐还是放箭了 在这里,输印由他定 剑不偏不移的错过福顺母子 原来刚才是公蛇了 虽然输印由他定 但命还是天定 这对福顺是个警告 同时在福顺心里 李林佐也不是那个高人 临走之时 李林佐扔给福顺一包安胎药 福顺自己都没明白怎么回事 但回到宫中 这要将起大作用